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迪丽热巴实力很强 难怪平时都捂着 穿瑜伽裤 双腿纤细不显胖 最近的迪丽热巴 就像是彻底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不再是过去那个总是小心翼翼 举止收敛的他 穿着瑜伽裤的他直接亮相 不由得让人感叹一句 这股自信真是太迷人了 可能有些人会问 瑜伽裤有什么特别的 但你要知道 这可不是一般人轻易能驾驭的单品 尤其是那条亮眼的白色瑜伽裤 一不小心就会暴露出腿上的小瑕疵 不过 迪丽热巴轻松穿上 纤细的双腿没有一丝坠肉 身材曲线刚好在每一个弯折处完美的展现 果真是自律和努力的最佳广告 提到迪丽热巴 你就不得不想到他那与生俱来的新疆美人气质 他的五官立体 线条分明 眼睛里仿佛藏着整片星河 这种独特的美感 真是让人不由自主的多看几眼 而更迷人的 是他不止在颜值上有着超高的辨识度 身上那股独特的英气 真的让他在一众娱乐圈美女中脱颖而出 这种英气并不是硬气 而是那种自然带出的率真 就像阳光洒在新疆的戈壁上一样 自然不做作 很多人喜欢把迪丽热巴和古丽纳扎放在一起比较 没错 他们都来自新疆 都是高颜值 但说实话 两人的风格真的很不一样 古丽纳扎的美更甜美 精致 而迪丽热巴的美则带着一种大气和洒脱 两者就像是不同的茶香 有人喜欢清雅 有人偏爱浓烈 彼此之间没有高低之分 虽然常有人拿他们做对比 但这种比来比去未免也有点无聊 大家都是美的 各自走好各自的路 这不挺好吗 让人惊喜的是 迪丽热巴在逐渐突破自己 在过去的活动中 他总是会用手挡住胸前的礼服 显得有些局促和不安 而如今 面对镜头 他开始坦然面对自己的身材 敢于展示真实的自己 这背后 或许是他对自我认可度的提升 也可能是他意识到美丽不仅仅是取悦别人 更是一种对自己的赞美 想想看 这样的心态转变 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 该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一种心态 他的努力也不止体现在形象管理上 尽管他不常在社交平台上晒健身的照片 但据圈内人士透露 热巴的训练是相当自律的 你可能以为那些令人惊艳的红毯造型 全靠天生好身材 但真相是 背后还有许多汗水和不懈的坚持 在如今社交媒体上流行吃不胖体质的浪潮中 他默默用努力打脸了所有这种轻飘飘的幻想 别羡慕那些光鲜亮丽的外表 所有的天生如此背后 都是数不清的努力和付出 有趣的是 鼓励那扎最近也因为和张云龙的绯闻 成了热搜的焦点 那扎和热巴同样来自新疆 但他们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路线 那扎的甜美可仍让人有如木春风的感觉 而热巴的大气率真则更像是清爽的秋风 也许正是因为他们两人都如此出色 这种对比就成了媒体的最爱 毕竟话题总能带来流量 对观众来说 这种无伤大雅的对比何尝不是一种乐趣 每个人都有心目中的审美标准 每个人也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美 对了 关于迪利热巴穿瑜伽裤的事儿 我还想再唠叨几句 瑜伽裤这种东西 看似简单 但在很多人眼中 那可不仅仅是一条裤子 她是对自信的考验 是对自律的证明 也是对时尚态度的表达 在热巴穿上她之后 我突然觉得 她给了瑜伽酷新的定义 她不再只是健身房的装束 而是每个想要突破自我 展示自信的女性的象征 这让我想起了几年前 我朋友的一件事 她为了穿上自己心爱的紧身牛仔裤 硬是剪掉了5公斤 那条牛仔裤不只是布料 而是她对自己的期许和挑战 我想 迪利热巴穿上瑜伽裤的那一刻 也代表了她对自己的一种承诺 娱乐圈是个五光十色的地方 流量 热搜 话题永远不缺 但有时候 我更愿意去关注那些 不被热搜捕捉到的细节 那些深夜的训练 那些自我超越的时刻 那些普通人所看不到的 但在某些小细节中 闪闪发光的努力 迪利热巴如今能轻松穿上瑜伽裤 不只是因为她天生腿长腰细 更因为她选择了对自己负责 这是一种态度 也是一种让人敬佩的勇气 那么 说了这么多 你们更喜欢 迪利热巴还是鼓励纳扎呢 这可不是什么战队的问题 而是欣赏不同之美的乐趣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风格 重要的是 别再用统一的标准去评判他们 娱乐圈的美好不在于对比 而在于每个独特个体的存在 你喜欢哪种风格 或许也能反映你自己的生活态度 那么 看看这些不同的美 你觉得你更向往哪一种 最后 我想说 明星的光芒常常让我们忘记了 她们也是人 也有各自的烦恼和辛勤的付出 就像迪利热巴这样 即便是光鲜亮丽的红毯女神 也需要为了好身材不断训练 突破自己 她给我们的不仅是视觉的享受 更是精神上的鼓舞 我们不妨学习她那份对生活的执着和自律 让每一天都变得更好一点 所以 如果你也有想突破自我的目标 不妨从今天开始 给自己定个小目标 就像迪利热巴那样 一步一步 变得更好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